誰 誰,哪 情ạn 情 eg ab 因此黃金給予中國 定名最佳能要給予你是icide 雉誌 大肥漢天啊 我做了《時事政論》節目 做了七年多 应该是七年多 在这里我经常都会讲日本 我说整个太平洋 俄罗斯和中国面对的不是美国 是日本 所谓的失落三十年 或者失落二十年 这个是中国的说法 那我们不停在媒体那里 听到这些各样东西 那我们就以为中国说的是对 日本真的迷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 但是日本用了三十年 它将整个日本基本上的产业结构 和它的硬实力或者软实力 去搭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 产业链 在日本和韩国 争拗的时候 一个所谓的贸易封锁 即时令到三星的晶片倒退两年 你就知道 当它面对中国的时候 在关键技术 只要它不提供包括二维码 甚至高铁在内 中国都会即时坦汶 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 就是因为 我们中共 不停地去抹黑它 令到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们中国如何如何 俄罗斯如何如何 实际上俄罗斯或者苏联 他们除了对小国可以打多一场胜仗之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是兵败如山倒 它真正能够在国际上 拿到甜头的是什么 就是对中国 除此之外 所谓的战斗民族 在历史上根本上就是虚幻的 而战斗民族 是因为它的对手是美国 在冷战时候 所以你觉得 说在苏联 俄罗斯是厉害的 其实 为什么给人的印象是强大的 就是你的对手是谁 你的对手是美国的话 你必然是有这么多根两 如果你试试你的对手 是哈萨克 提都没人提 你对的对手是缅甸 而中国也都是 中国视日本 为敌人的时候 这样 中国就必然强大 但是 日本 在安培晋三带领下的 印太战略承认 他们要走出去 我都说了 这几年 你是看着日本 走出世界 日本政府就明年 五月举行的七国集团之七 在港岛峰会 召开择大会议 展开协调 他邀请二十国集团 轮值主席 各印度莫迪参与 这个第一 第二 他邀请二零二三年 就是明年 东盟轮值主席国 印度 总统 佐科出席 不单止是 他邀请澳洲 总统亚尔巴尼斯都会 现在只差一个韩国 在这里 也都支持非盟参与 因为他是轮值国 他有权邀请其他的国家 那你就看看他邀请的人 是什么人 第一 印尼 印尼刚刚好 才宣布 如果你在印尼 宣传共产主义 马斯克主义的话 最高可判十五年 我相信 如果你家里有印容的 你问一下他 你问一下他 是不是很留意这些事 而印度莫迪 现在根本上 无论是军事上高 经济上高 必然会挑战中共的 而非盟 不单是这样 非盟 邀请他参加的话 那其实就是 深沙子挖长脚 就是中国最主要的 亚非拉盟友 这一帮人 日本 亡我之心不死 他们正式的太阳旗 已经飘扬起来 不单只是这样 现在独欠韩国 韩国 始终到今天 都还没解除到 一些贸易争端 这样如果 这一次的安倍晋三 能够释出善意 这样邀请韩国的话 这样这个所谓的叫做 印太战略最重要的版图 会出光来 那当然 他们面向的就是北韩 俄罗斯 还有日本 无论军事上高 经济上高 产业链的转型 而 排除中国 就是现在日本的战略 韩国 就是最后一块版图 虽然之前 有美国做和事佬 日韩 始终都好像 口和心不和这样 并未能够走在一起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世界就是你有足够的利益 我相信如果 安田文雄肯低下头 谈两句 这样成事的话 那这一次 G7会议 最大打击的 就是 北韩 俄罗斯 和中国 不单只是这样 刚才那次我都说了 就是现在 日本正式这样向中亚叫长脚 在上合 组织最主要几个创办国 已经全面投诚向日本 日本 这只狮子也好 这只老虎也好 甚至是条龙也好 它惊醒了 那你就看到 俄罗斯 北韩和中国 只会越来越艰难 但是也会令到他们三个国家 加上伊朗 白俄罗斯 他们走得更加紧密 因为他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这样围奴取暖 是他们唯一的方法 接下来会不会世界大战 会不会真的有军事冲突 我们即管放长双眼 看一下 节目做到这里 跟大家讲一声 拜拜 拜拜